就是再來那個區域部分插入那個一樣 所以慢慢習慣檢視與參照裡面的最下面一個就是V2函數 所以第一步你一定要找到它 第二步的話就是要知道它問的問題 四個問題 剛剛有講過 所以慢慢 不過還是慢慢習慣前面它一定是英文的 所以如果慢慢你都習慣你會發現 每一個函數你應該都會用了 主要是你要看懂前面它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它說LucaValue你要找什麼 我要找那個編號 找區域編號 第二個是哪個table 哪個表格 在哪裡在這邊 所以把表格選起來 選完之後我乾脆建議你選起來之後按F4 這樣OK了 那再來查哪一欄 查第二欄 然後你比對方是輸入0 完全一模一樣 按確定 向下點兩下 恭喜你做完了 對快點兩下 有沒有很順吧 所以如果工作都會這些 一下就搞定了 對不對 真的不用花幾分鐘啦 我是覺得對的話 兩下就OK了 而且這還蠻有趣的 你可以很快分析很多你本來不知道的資料 如果你資料多的話 其實這是一種大數據分析嘛 你就知道做什麼樣的正確的決策 哪個產品會最賣 哪個區域針對哪一個 哪一種客戶給他對的資料 他馬上就成銷了 你不用跟他講太多 所以對的人用對的資料給他 他就OK了 你不要跟他講一些 讓他完全沒辦法接受的一些資料 當然或者是你跟他打高空 那當然就不能接受 那主要就是你要針對資料去說話 我們就是利用資料整理之後 把樞紐分析表的報表產生出來 那試一下就是說這個地方做完 那後面這個做完之後 下一個階段就是出的分析表 資料先確定好 那所以呢第二個如果我要針對什麼 針對這幾個欄位 比如說年度 產品的名稱 產品的區域 還有他 這三 假設前面三個是我們要分析的資料 哪一個年度 賣了多少 哪一樣的產品在哪個區域 那後面的話呢是他賣了幾台 那哪個銷售金額最多 所以我們大概可能會需要就是 做這些交叉的比對 比如說哪一年 哪一個產品在哪個區域 賣的情況最好 OK 那一般可以這樣比啦 比如說年度的話 哪一個年度賣的比較好 第二個是哪個產品賣的比較好 第三個哪個區域賣的比較好 那我怎麼知道 有的時候我不能 我以為 我好像 我大概 那這不是精確的 最重要是說你可以拿資料 反正馬上統計出你要的結果 那最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資料正規化之後 剛剛那些就已經有答案了 只是說那個答案你必須要把它秀出一個比較正規的報表 OK那怎麼樣把它秀出一個大 一般人認為比較正規規範的報表 其實你就可以用所謂的樞紐分析表來做 非常簡單 只是說接下來你要熟悉樞紐分析表的操作環境 那你結果就會了 所以第一步資料正規化 第二步就是學會樞紐分析表的使用 再來你報表就產生了 剩下來也許你可以再把圖給畫出來 比如說你要畫圓柄圖、柱狀圖 或者是一些趨勢圖等等 其實都可以利用你所產生的資料 那圖就可以有了 那接下來怎麼做 第一步游標先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範圍的其中一個儲存格 第二個的話呢就按下樞紐分析表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有點像那個進入另外一個世界了 樞紐分析表 插入樞紐分析表 OK 那當然每個版本好像都差不多 只是以SEO 2003上面好像找一下 應該也有這個功能 好那按下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第一個他會問你說 因為樞紐分析表 他一定要有個資料來源 那個資料來源就是我們剛剛做好那個範圍 然後他已經抓到了這個範圍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好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呢 他會自動在原來的資料前面 多增加了一個工作表 叫工作表1喔 所以他會自動幫你先新增一個工作表在前面 叫工作表1 當然這個名稱以後可以把它修改 比如說叫什麼樞紐分析 或什麼什麼報表等等的 第二步的話呢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那特別注意喔 你要慢慢習慣就是說 他出來的話 最後的資料會在左邊顯示 右邊的部分就是說 請問一下你要分析的資料 是哪一些欄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分析喔 我想要知道哪個產品 在不同的地區 它的銷售的台數 哪些地方是比較多 OK要有什麼變化呢 假設我的需求是這樣 那我該怎麼做 第一步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可以先把那個產品名稱 產品名稱有沒有 拖拉到列 列的話就是縱向的 所以我可以把什麼 產品名稱 右邊這邊 的產品名稱 拖拉到列標籤 那我想知道它跟地區有什麼差異 你可以把區域 拉到藍標籤 然後台數的話呢 拉到哪裡 拉到值 值就是你要統計的資料 OK我們試一下 OK所以慢慢習慣喔 產品名稱 按拖拉 按拖拉 按住標要放有沒有 再列標籤 你會發現台灣大概出來了 那我想要知道區域 區域把它放到哪裡 藍標籤 有沒有這個時候呢 藍標籤就出來 但是現在沒有資料 那怎麼辦 可以把台數拉到哪裡呢 拉到值 值就是你要統計的那個區域 值放開 OK馬上出現了 它會告訴你說哪個區域 賣的哪個產品 它的那個銷售情況是怎麼樣 它會自動幫你加總起來 當然你想說 老師我有些 我想要做其他的分析啊 包含什麼呢 如果我不要區域的話 我想要全台灣 我不要區域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可以把區域拿掉 區域拿掉有沒有 往上拖拉就是刪除 往下就是增加啦 所以你可以把它 把它在區域怎麼樣 往上放開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就是全台灣的 有沒有 OK那你不要的話 你就再把它拉下來 增加或減少就是可以 這樣子增加區域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要統計區域啊 我要統計年度可不可以 可以啊你可以把年度怎麼樣 再拉到藍標籤嘛 不同年度的不同銷售量不就出來了 看得懂意思啊 所以其實這邊總共會有三個 三個我們要分析的 產品地區跟年度嘛 那你可以交叉看你哪些 哪一個為主 為主的時候放列 為次的就是放藍 那你要做什麼比對 就是放那個資料值的部分 他會自動幫你把這些結果給秀出來 但是呢 這個地方假如說呢 當然我們這邊有個範例啊 就是我們 是希望呢 假設我們這上面是 希望能夠做出啊 像那個我們的獎益第28頁這邊 那你可以 那這個畫面是2013的畫面 他可以 假設我要的是這樣的畫面的話 就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在這邊把它改成區域部分 加總起來 那就可以顯示出來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裡面還有其他的功能 我們大概要知道一下 他做完之後的話 有哪一些可以再增加或減少的 比如說的話呢 第一個 他有哪一些功能大概要知道的 包含就是他的版面裡面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顯示 隱藏他的什麼 藍位 隱藏藍位標題的話 那所謂藍位標題就是 這個東西有什麼 藍標籤 列標籤 出現在這裡有點怪怪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 你不喜歡 你想要把它取消掉 很簡單 在哪裡呢 在選項 選項裡面 選項裡面這邊 有一個顯示 顯示藍位標題 你可以把藍位標題取消掉 有沒有 這樣就取消掉了 OK 顯示跟隱藏 不過 一樣啦 可能你版本 如果跟我不太一樣 這2010的 如果你版本不太一樣 可能他放的位置 不太不盡相同 但是一定找得到 我至少知道有這個功能 第二個的話呢 新增跟加減按鈕 這個我想 如果你要加減的話 目前當然 他沒有顯示加減 可是如果你要加減的話 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 把那個列標籤部分 年度部分 拖拉到什麼 拖拉到產品名稱列標籤裡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今天希望 有個需求 就是年度 你幫我統計一下 產品不同年度 的銷售情況 但是呢 也還要再統計 地區的話 三個欄位 全部都要放進來的話 你還有個方法 可以把年度怎麼樣 再拉到那個 列標籤 也就是說 如果你拉到下面 它變成說 先分析產品 再分析年度 而且還可以再下一階 還可以再下很多階 所以其實我覺得 樞紐分析表還蠻方便 就是你可以 針對很多的欄位 去做交叉分析 那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它就會出現一個 減號 那如果這個減號 假設 預設會出現 如果你不希望它出現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取消一下 你會發現 加跟減號 這邊就會 有沒有 按一下那個加跟減 不過如果裡面這個功能的話 可能 找一下 應該是有 加跟減 其他還有欄位清單 這個就欄位清單 OK 這個功能的話 如果因為不同版本 可能就是自己再 稍微再找一下 因為這個 Excel它目前 只要是2007以後吧 大概就長一樣 2007 沒有嗎 不一樣 不過在選項裡面 有吧 應該有選項 16吧 19 2019 最新的 上面應該有那個選項吧 面板上面有個選項 所以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哪一些 這個上面的功能 加跟減號 欄位標題 標籤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 有了那個欄位標題之後 另外 另外就是說 這邊那個 藍標籤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改成別的名稱 比如說 藍標籤 假如說我今天是讓它顯示的 顯示 那如果說上面的名稱我要變更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重新給它名稱 因為它這個叫藍標籤 感覺怪怪的 如果你要把它改個名稱 這個叫區域好了 你可以這邊上面再打字上去 這個可以打字 打字特別注意喔 你要先點兩下 就是點它兩下之後 就可以把它修改了 然後打成區域好了 也許就不要叫藍標籤 叫區域 列標籤點兩下 那這邊也許叫什麼 產品 叫產品好了 OK 比如說我這邊 假設我不要叫這個名稱 其實你也可以從這邊去變更 OK 然後 甚至上面的家種有沒有 你可以叫單位 家種這個可以把它拿掉 Delete 這樣就OK了 這樣子的話呢 不不不 這邊可能不能改 上面這個不能 這標籤可以改 但是上面這個不能改 因為這個如果改了 它就找不到那個藍位了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 這個不能改 這個兩個可以修改 OK 點兩下就可以修改了 那再來的話呢 還有哪一些可能比較 其他的功能 接下來的話 年度我先把它拿掉 可以把它增加 可以把它減少 有沒有 增加的話就拖拉下來 減少就再拖拉上去 所以其實你要做 不同的藍位分析的話 很簡單 拉下來 列標籤是主要的 藍標籤是次要的 你可以做交叉分析 而且可以針對不同的藍 可以很多個藍位 像那個 你可以把那個年度放在 產品標籤的下面 那也可以把它放在區域的下面 你會發現有沒有 區域的下面 它出來效果就不一樣 這是地區的年度 而不是產品的年度 OK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面 可以做很多的交叉分析 主要就是那個三個欄位 你要怎麼分析 馬上就可以知道你要的結果了 OK 再來的話還有哪一些 要把年度再拿掉 OK 再來的話呢 最後的話 我們可能做完結果之後 還需要有其他的功能 包含什麼呢 假如說我要針對什麼 產品 比如說我今天產品這三個我不要 我只要其中的 因為現在可能那個什麼 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那個什麼 大哥大手機了 沒有 所以要把這個欄位去 這個名稱去掉的話 我分析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拿掉 你想說拿掉怎麼拿掉 你總不可能說把這個delete掉 刪除 不對喔 你如果要拿掉很簡單 記得在上方 這個產品的這邊有個箭頭嗎 這個箭頭可以讓你做什麼呢 可以讓你做篩選 所謂的篩選就是說 你要的留下來 不要的去掉 怎麼篩選喔 特別注意喔 點這個箭頭之後 它會出現什麼 一個清單嘛 那如果你不要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打勾拿掉 OK 所以有時候 你們可能要給不同的客戶 看到不同的產品 它不需要的 你就不要讓它秀出來 那你就可以用篩選 所以這個篩選還蠻方便的 如果你不會篩選 你之後還要再自己手動加工 那反而麻煩 你剛才打勾 按確定 有沒有 就留兩個 那地區可不可以 比如說東部我沒有客戶啊 我幹嘛要有東部的資料 東部裡面可能沒什麼資料 那你可以把東部拿掉 東區好了 東區拿掉 那怎麼把東區拿掉 很簡單 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 箭頭嗎 把東區打勾取消掉 這樣就OK了 這樣的話呢 也就是說以後呢 你要的留下來 不要的把它去掉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篩選 它是蠻方便的 以後如果你有些主要資料就秀 不要的就不要 不然的話有時候你老闆說你幹嘛修這些 根本你不需要資料 你修那麼多給我看幹嘛 你重要的給我看關鍵的地方 所以有的時候啦 分析就是用對的資料 就會呈現出對的結果 反而有一些不需要的資料 還會干擾 所以把那個干擾的通通都拿掉 你會發現有時候你會看不 以前沒有發現的那些數據都出現了 那你就知道該怎麼去做 做決策就會是精確的 所以有時候做上層的決策 如果他的東西資料是錯誤的 或者報表是錯誤的 他做的決定就錯了 他一直推那個產品 奇怪那個產品怎麼都推不動 為什麼 因為在下面給他的 或者是說他不會樞紐分析表 所以公司會叫你們上樞紐分析表 應該就是希望你們會做這樣的分析 至少簡單的分析會就好 你要如果在高層的 講到大數據分析那就複雜了 不過至少這個要會吧 連基本的分析能力都沒有 更不要說大數據分析扯太遠 更不要說現在AI 什麼AI人工智慧 AI人工智慧還是從這邊開始 基礎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再加上什麼 加上這個篩選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篩選再拿掉的話 記得喔 又要把它恢復正常 記得從哪邊呢 你會發現點它本來是箭頭 現在這邊有一個什麼漏斗有沒有 那你如果要把那個恢復成正常有沒有 請你在這邊有個什麼 清除產品的篩選 它要恢復了 記得你如果加了篩選 跟移除掉篩選 你要都會喔 不然的話你加了結果 沒有辦法恢復正常 那就麻煩了喔 所以記得喔 再把它點一下 恢復正常 它要恢復 這邊漏斗 再把它恢復正常 漏斗就好 OK了 那當然喔 以後篩選的方法喔 其實不是只有打勾啦 其實它另外還有一個更進階的篩選 不過這個進階篩選 以後如果你們以後有機會用到 你們自己再去做 因為現在資料不多 所以呢可能還沒辦法體現 以後如果你的產品數量非常的多 你還可以針對那個細項喔 做進階篩選 還蠻可以做很多東西的喔 不是那麼簡單的 OK啊 記得就是說 在打勾之餘喔 上面還有針對什麼 篩選的標題 比如說哪些關鍵字 甚至這邊標籤是 哪些關鍵字一般會用包含 比如說 哪某一類的產品 它有固定的名稱 比如說什麼什麼手機 它可能一堆手機吧 那你可能 要找的是什麼哪一家的 像小米 你的關鍵字下一個小米 它就只會留小米的 不然的話你可能產品一堆啊 那怎麼辦 它又沒有辦法 讓你這麼多打勾啦 它可能一堆嘛 你慢慢打勾慢慢打勾 其實很麻煩 你應該用什麼 用標題篩選也可以 標籤篩選 包含 然後這邊的話區域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可以點擊它 那除此之外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 比如說剛剛有一個年度 如果說你要針對年度做篩選的話 其實除了說 你把它放到列標籤的下方 或藍標籤的下方 各位可以發現喔 在另外有一個空白的地方 叫什麼 報表篩選 其實這個也可以拿來用 所以你可以把年度放在報表篩選裡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又多了一個東西 有沒有發現 報表篩選 這邊有多一個年度 那這個是做什麼用途 就是說呢 這個報表是針對所有年度 那假如說呢 你希望它有個下拉清單 有沒有 下拉清單就按下去 如果我今天要顯示的是 101年的這個年度的資料 它就只會就101年 如果我只要102年的資料 你就點102年的資料 它就會切有沒有 101102 假設你有很多個年度 你就可以一邊切一邊看 一邊切一邊看 OK 所以這個叫報表篩選 這功能還蠻好用的 有沒有 當然這個是針對年度慢慢切 如果你要針對每個產品 慢慢切也可以 比如說這個產品 在不同的區域 你就不用看全部嘛 你就看個別的 然後慢慢慢慢細部的看 可以慢慢看到有一些 你之前可能沒注意到的 這些相關數字 可以再慢慢做一些不同的決策 這個一樣 你也可以再把它拿掉 有沒有 記得從年度 拉到那個報表的篩選放開 這個部分主要就是針對篩選部分 你可以上面按下去 不同年度 可以不同顯示不同年度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可是我想要針對不同的地區 或產品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把年度放在產品 把那個產品放在報表 有沒有 可以針對呢 不同的產品 它的不同年度跟地區做交叉分析 所以這個部分關係 不是說絕對的 主要你要以哪部分資料為主 去看到你想看到的數字 所以如果你會這一招 我覺得很多 只要你有很多data 正規化的data 你會發現喔 還蠻好用的 有時候分析到 你別人看不到的資料 你做的決策 永遠都是正確 而且你給老闆的報表 老闆說 你怎麼會有這個資料 對不對 每次給我的報表都太棒了 對不對 那當然 自然而然你的表現就是不一樣 OK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只是用數紐分析表而已 對不對 不是真的 很多人真的不太會用數紐分析表 很好用但是不會用 好 這部分的話請各位就是 試試看用那個 所謂的那個篩選功能 這邊主要用篩選 等一下再來看排序 排序的話呢 比如說哪些數字在上面 哪些數字在下面 可以再做排序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的是 銷售量最好的那幾個 其他不要顯示這個 也可以啊 你可以把排序再配合篩選 可以查到你要的結果 這部分先試一下那個 剛剛篩選功能 也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排序